马大人 多谢恩施 我真的要介绍 这个真是我入娱乐圈的恩施 我一入娱乐圈 签唱片公司 就是Paco 他是一首带我进入学坛 就是带我进入学坛 我绝对是 我以前能够唱这么多好的歌 包括周华杰的《花心》 和《网后》有很多很出名的歌曲 都是Paco的 就是多谢Paco 就是多谢Paco 如果这个 我们经常说入娱乐圈 没有多谢Paco 你也要找个机会 多谢Paco 一切严奔 就是期待 期待 另外三位有机会再合作 希望 现在不单单是经理人 Paco还是电影制作人 电影老板 当然今排的经理人 永远不会脱落 电影监制制片人等等 上一次你訪問我 你便討論一下 今次最重要討論一下 徐志摩偶然 今次第二次的重演 香港重演 今次和上一次 當然有些演員不同了 劇本上有甚麼特別的改動 其實劇本上 今次會被我2016年 那次會壓縮 今次整個劇本 大概演出的時間 兩個半小時 而我第一次的時候 差不多三個小時 今次整個節奏會 更加明快 更加緊湊 而舞台是全新的設計 其實我第一次演的時候 是一盞電腦燈都沒有 那時候不值有限 今次不值都有限 但用了很多錢做製作 全部電腦燈 Paco一定知道 電腦燈效果多很多 當然 上一次成功 今次要加重本 所以今次是3.0版本 最重要問 Nancy靜欣 那他用甚麼 如何打動你去做這個舞台劇 他不需要落很多斧頭 因為其實 做就了今次的演出 這個合作 其實是因為我們拍《心功計》 我們本身是梁夫仔 有一個 經常都捱奸底夜 晚上最喜歡講甚麼 講講心事 有一晚 等位的期間 大家 了解一下大家 在劇集以外做些甚麼 在聊天 原來他這幾年 放了很多時間 去做 第二個界別的創作 即是舞台劇 或是寫劇本 偶然徐志摩已經做過一次 演出過一次 然後我說 我很想嘗試做舞台劇 我很想做音樂 因為可以唱 可以演 可以跳 我說 然後他就說起 其實他也很想創作一個音樂 說起 不如 如果有機會就合作 但是在這個音樂之前 同一個檔期 他說 我另外有一個劇 我想重演 你有沒有興趣做 然後其實我都不知道是甚麼角色 他說其實劇裡面有三個女的角色 三個女的角色很重要 其中一個很適合你的 然後就說 但是最重的也是陸小曼 然後他說 其實真的可以的 你想一下 這樣 其實 我們都沒有說真的很清楚 一些對話是答應或者不答應 但是感覺上總之 就是好像答應了 不是他直接回答了我 嘩 我試一下 因為他很喜歡 他勇於嘗試 是啊 他都未問得很細節 他已經說做舞台的 他一定想試 是啊 那麼他就很快就答應了我 已經答應了 那我就馬上打電話給駱小姐 多期 我先告訴他 報了案 是嗎 是啊 其實最單純是當期問題 是 其實你說有當期的 其實甚麼工作都會做 非常好 好了 你兩位介紹一下自己 這次的舞台 我做沈叔薇 就是他表哥 我覺得他們很夠淡 我做表哥 大哥 你應該比他更好 你年齡又真的比我 演戲 演齡你都比我大 我小時候 你游完水去做電視劇 已經有份 我和你差幾年 我做老豆 你省一點 你差幾年 你做老豆 你做老豆 你看這些人 你看這些人 這部電視劇我第二次做的 第一次就是 他打給我 但是他打給我 我是很忙的時候 第一次我按心眼壓鏡 他按的時候 突然電話就停了 喂 我找你 停了 心眼壓 哇 你給我少點時間 我轉頭 第二次他再找我的時候 我也是很忙 我的期間已經是 亂了 所以他兩天之後就告訴我 你回還是不回 我還沒多一點點 因為要提及工作的範疇 要搞得行 我搞得行 我和你做搞不定就沒辦法 很特別 他是你最繁忙的時候 踢了腳的時候 馬俊米先生就會打給你 你做不做的 你想怎樣 不過 他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所以 《徐自摸》這部戲 我想我都看了很多次 我覺得 他有心做得好 想這部戲更好更好 這次他說得對 我真的淪縮了 這部戲 除了你知道我 應該是最多的 因為第一次演的時候 他已經是做其中一個角色 他演一個外國人 但那個就是 因為這次我把劇棚納縮了 演了那個人物就沒有了 但因為 其實我在娛樂圈裡面 男生好兄弟其實有幾個 雜峰、興康、天驚 這幾個都是我特別好的朋友 我經常都很希望 我的作品裡面 有一群好兄弟 而他們又真的能夠做到 所以 多謝他們 我們就找他 其實就算他沒有空 他也不可以推 所以你也是沒有所謂的 可以嗎 其實我根本就是 很特別的 他由時間一觸得那麼準 我記得我按的時候 他想怎樣 你想什麼事 我在考試 但其實我沒有空間 給別人推 Kin說呢 我很簡單 我是第一次 我人生舞台劇的第一次 就交給他 他就沒有 他也給電話給我 我當然不是心內壓 又在心口 我正在做其他事 我也忘記了 你聽到電話 我聽到電話 我叫你做舞台劇 我們三言兩語 我叫你做舞台劇 好啊 你說真的 真的 你怕不怕 不怕 好啊 再跟你說詳細 接著我 停了之後 我再想一想 他不是說真的 他不是喝醉酒 他不是在做夢 好 隔了兩天 他就說 喂 現在的角色是這樣 真的嗎 你怕不怕 我問他你怕不怕 我怕什麼 我怕你怕 你怕我不行 我說 好 神經病 我可以找你 一定可以 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 試我的第一次 是 他對人亂亂的 那時候 沒問題 是啊 女生 我一定要 女生或者前輩 一定要多一點時間去溝通 但如果你們做兄弟 不用多了 聽到前輩 女生或者前輩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 這麼多年 演藝上 都沒試過 舞台劇 剛好 馬仔又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 試一下 我又不客人 不聽 有什麼來試過 這個沒試過 那馬大人 為什麼這麼特別 對徐志摩這麼頭緣呢 他像 其實 其實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パーゴ 都有一些徐志摩外褲 你看看 他這副金鮮的圓形眼鏡 是一樣的 其實在某程度上 我這個源頭都是來自我師傅 我看到他那種逍遙自在 徐志摩一生追求美 追求自由 追求愛 其實跟パーゴ差不多 自由自在 你看パーゴ和今日都是自由自在 他追求美 讀書人 他追求美的東西 他追求那種愛 這件事其實跟我們本身是有點接近的 但我覺得我沒有他那麼大勇氣 因為徐志摩是很夠膽 對抗當時的封建制度 他是全部人反對 他都肯去做 堅持自己 這件事我覺得 我很欣賞他 雖然他對感情上處理得 好像不是太過妥當 令到後世人很多人 都對他有些不好的評價 但的確他的作品 我覺得是很有他的味道 他個人的心思很細膩 其實徐志摩本身 我覺得Anna裡面是一個小孩子 這件事其實跟我自己都有點接近 所以我都很希望在舞台上 可以演繹一個比較多情的人物 我過往演的劇集都是比較專一的 都沒有什麼好 可以說有負心有多情 所以這次可以試一下 好 Nancy 演電視劇 今次和演舞台劇 你怎樣掌握這個角色 怎樣去演繹呢 其實我都是第一次 舞台劇也是第一次 是 其實今次我們的劇集很多演員 都是第一次演舞台劇 是 所以其實我想我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 因為現在開始排劇 我和King Kong排了兩天 是 好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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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 因為我是演王庚 演他的丈夫 老前丈夫 是的 丈夫 沒錯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大家都十年以上的 演靈 電視劇演出的模式的經驗 做法 你怎樣圓圓 你怎樣帶著這個根基去 但在舞台上用另外一個方法去演 技巧其實真的有不同 我們發現譬如我們很多反應 面部表情做夠我們才有過程 但去到舞台劇 我們反而很多東西是壓縮了 或者要減走了 是 用另外一個模式 例如一個身體語言 不只是一個眼神 因為好像他們所說 其實眼神可能是頭四行的觀眾 看到你的 第五行 打吼或者山頂朋友 是看不到 要用另一個方法去演繞 或者去傳達那份情感 或者你的情緒 這個是我們都在這段時間 在調節中 或者去習慣用另外一個模式去演繫 這個是我想最有趣 亦都最有趣的 演藝學院是三層的 是呀 第三層 我觀眾看著 這個是那個挑戰 以及一個習慣 將我們本身演戲的習慣改變 是 那King Kong 這次你第一次看舞台的劇演出 是 怎樣去拿捏掌握 去演繫這個角色 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 首先 我拿捏 當年我要很清楚 繼續所有劇本裏面的對話 再揣摩一下 之前也有看黃庚這個人 是怎樣的 好像是 是甚麼人 他比黃庚多點愛 我感覺到 這些要減酒 是 是 這些要完全減酒 真的 跟之前導演大家拍攝的時候 也有說 對這個女人不夠抉絕 對這個女人 這麼抉絕 這麼慘 不是抉絕 就是抉絕 溫分 這個人真的只有這裏 沒有阻礙 看不到其他旁邊的人 永遠是這樣的 還有不行 這個我要告訴我 有時候 為何當日我找你 不只是因為 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又這件事 是 你知道嗎 我認識了這麼多年 他一直給我感覺到 Pover 你知道我們做舞台劇 經常都會講一件事 你的subtext是甚麼 你的前台詞是甚麼 我們講的這件事 你的眼神 但你裡面其實有個subtext King Kong有一件事很成功的 就是他的subtext是一句租話 他表露了出來 他還說出來表達 他很適合軍人那種 在戲裡面的黃金那種冷漠 對著他老婆 都是 好像當他是士兵那樣訓練 一對一 二對二 沒有情講 其實正正就是那種 沒有其他話 我看King Kong本身 他很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就說 我為甚麼不擔心呢 我就跟他說 不用擔心 你站出來的樣子 已經是因為你的前台詞 就是一句粗口 是否真的對 真的對 對 所以這樣 這次第二次的演出 你怎樣 將自己的表現 再多 你這次跟上一次不同 上一次 這次沈叔微是一個 都是一個文學家 徐志摩都是表兄弟 但是 都是一個挺精靈的人 而且他跟徐志摩的關係 非常之好 在這個世上 徐志摩認為這個最了解的人 就是我表哥 很多事情 或者他想達成 表哥一定知道 但表哥都說 喂 我去吧不怕了 我幫你了 我盡了 有甚麼辦法 我想盡辦法幫你了 所以做這個角色 我和他都是好朋友 上一次是另一個好朋友做 今次是我做 這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 很精靈的人 雖然我看過他的紀錄 其實很慘 很慘 但是 有戲劇的做法不同 在我今次的戲裏 他這個角色很生鬼 沒錯 他有很多喜劇位 笑話在他那裡帶出來 OK 雖然兩場 但是很精靈 兩場 都很精靈 我已經扔了劇本 好厲害 已經標本 很厲害 馬大人 除了這三位 有沒有其他演員 介紹一下 今次這個 有 都很開心 今次 除了請到 有我們兩人事後 是 有我兩個好兄弟 King Kong 澤東 還有我們的大俠 我們運院的男主角 永遠的大俠 姜大偉 還有John哥 John哥 特別為我演出 為我演出 做林徽恩的爸爸 另外就是 我的父母 我很開心 心工界裏面 我飾演唐元宗李隆基 在心工界裏面 做我爸爸的 我叫李隆基 我昨晚有看 我昨晚有看 既然是這樣 就打蛇徐棍上 我就抓他們 來做舞台劇裏面 隨之摸我爸爸 變成基哥李隆基做我爸爸 另外就是波姐 彭素果做我媽媽 另外其他就是 我一班演繹舞台劇的 一班精英 所以今次是 很多新的演員 加入大劇 大家都很有實力 我很開心 所以這個版本 這個3.0版本 其實都很難不再組合 做完今次 好 以水代酒 敬虎聲 多謝恩師 多謝恩師 預祝成功 先和所有讀者說 你這個舞台的 什麼時候演出 在哪裏演出 6月29日到7月15日 在香港演藝學院 歌劇院 暫時11場 如果爆了 還有少許位置可以加場 但現在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我們去買飛 所有讀者觀眾 聽到馬大人的提言宣傳 一定要全力支持 支持 預祝成功 多謝花九 多謝 預祝成功 成功 成功 好 今次在演繹小曼 這次舞台劇裡面 所有的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做舞台劇 第一次唱坤曲 雖然我有中國舞弟子 但都是水就舞 都是真真正面第一次跳 最多舞 而且坤是很難的 尤其是坤曲 因為我要去環店新疆 拍包天天兩個月 所以我一定要在 出旅程前我一定要學完 我個人才安心 因為如果回來 我剩下一個月 比較鬆一點的時間 但其實我沒有時間學 我就密集式 每一天 很久沒有試過這樣上課 都找阿貢兒老師 對 找阿貢兒老師上課 我開始 其實那幾堂是很沮喪 我會覺得完全 其實是會 那個難處是令我覺得 沒有十年的學習 我都不會夠膽上課 表演 何況我是 可能真的上了十堂 我就要去表演 雖然是兩分短短兩分鐘 但我覺得這門坤曲的藝術 是很高層次 很高修揚 我怎麼說呢 我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我希望自己盡力 可以表現得好 我真的沒有十年的功力 但是我希望盡量 老師都花了很多心機 很多時間 但是我每次去上課 起碼四個小時 哇 而且是她自己主動 她說她接下來要去大陸 繼續拍包青天 她很想之前不停練習 然後她很主動去跟我們的老師去約 是很密集的練習 然後她回橫店拍戲之前 她跟我說 基本上坤曲那一刻 我已經學完了 你放心 我已經學完了 然後我很感動 然後她前兩天 她又再告訴我 她回來再練一次 她很開心地留了言 給我留個訊息 她說很開心啊三郎 我竟然找到做坤曲的樂趣 她很享受 那我覺得 我立刻發訊息給她 一個藝人應該是這樣 你去做一個演出 你要懂得去享受 是 所以 這件事她做得很好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